临时通知我的啦 我刚刚有去买班 不管是派出所或是其他同事 他们大概都知道说我有一些手语 然后他们就请我过去 聊起一下状况这样 然后我就继续去看 然后跟他稍微聊一下 然后发展一下 其实他对包吻程序不是很熟悉 然后就跟他讲说 那如果说真的有需要包吻的话 那你可以怎样使用这个包吻APP这样 您当初学这个手语的机缘是什么 是因为我女儿的关系 我女儿她本身是听传的 一次出生之后 一年之后我才发现说她完全不知道 因为就是一定要跟我女儿沟通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慢慢地开始接触手语 我女儿妻的词束 我女儿心很厚 我女儿妻的词权 我女儿妻的词权 你把我的词权扶在一起 我可恼心里面 你们是因为我一直在一起 要留飞 临时通知我的啦,我刚刚有去买办 不管是派出所或是其他同事 他们大概都知道说我有一些手语 然后他们就请我过去调请夏丛王这样 我就追求去谈,然后跟他稍微聊一下 然后发现说其实他对包吻程序不是很熟悉 然后就跟他讲说,如果说真的有需要包吻的话 那看你也可以怎样使用包吻的PP 您当初学这个手语的机缘是什么? 是因为我女儿的关系 我女儿她本身是听传的 一直出生之后,一年之后我才发现说他完全丢不到 其实他后来有去装,有去植物垫子了 但是在这漫长的照片当中 我们也顺便让他学习手语 就是口语跟手语是一起学习 我那时候也是跟着一起学习 因为就是一定要跟我女儿沟通,沟通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才慢慢的开始结束手语 从我女儿差不多六年了 那你有想到说自己学的手语 有一天会就是在派出所派上用场吗? 我全没想过 因为其实我学这个智慧 方便跟我女儿对话而已 我女儿其实现在她其实是可以讲话的 她也是可以听得到的 但是在拿下电子了之后 其实她是处于听不到的状态 所以我们都是用手语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交换沟通的方式 可以缔造24小时没有沟通障碍的一个环境